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的 我们会有跟扇子有关的环节 那在那之前老师也带来了四位同学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上课 我们把同学给请出来 也请老师跟我们一一的介绍他们了 好 那这四位同学呢 都是来自于吉隆坡康乐华小的四位学生 那第一位是郭杰豪 第二位陆以轩 第三位陈伟斌 第四位王燕心 他们都是六年级的学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中一位是班长 对 一位是副班长 一位是巡查员 一位是图书馆理员 对的 没错 好鼎盛的阵容啊 那老师啊 对 好不好给我们呈现一下一段舞蹈好吗 既然拿着这么漂亮的扇子 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惊喜送给大家 好 但在惊喜之前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想要交代这四位小朋友 还有屏幕前的小朋友的 好啊 那同学们 老师希望你们待会可以仔细地观察 老师待会呈现的舞蹈 那么接下来呢 你们会要分享关于这一支舞蹈的特点 你们是否可以做到呢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给老师一个赞 来 同学们给一个赞好不好 好 谢谢 可以哦 好 那我们就把惊喜送给大家 好 老师 好 哇 好优美的舞蹈 现场了 现场了 老师请问这是什么舞蹈啊 这应该呢 其实是华族的扇子舞来的 那么刚才我也是有交代同学们 要说一说扇子舞的特点嘛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他们分享一下 那同学们 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句式 来作为开头的 那第一个呢 你们可以用我听到 或者是我看到 或者是我感受到 来说一说扇子舞的特点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谁要先分享呢 全部都举手了 老师要点灵了 好 那我们给乙萱 让乙萱先说一说 好 乙萱 我发现刚才老师 被人的扇子舞里 这把扇子 它的上面有加了额外的布料 这边扇子前面有加了额外的布料 那有谁可以说一说 这个布料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好 来 燕心 我觉得呢 这个扇子外面的这些布料 可以让我们这个舞蹈 这个扇子的整体变得更轻盈 在抖动这个扇子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轻盈的效果 优美的效果 好 谢谢燕心 那么接下来还有谁想要分享吗 好 接好 那么除此之外 刚才庄老师在表演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中国气味 浓浓的中国气味 那也可以说浓浓的中国气息 那讲到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华族的扇子舞 那刚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听 这一段舞蹈背后的背景音乐 是有一种华族的传统乐器来呈现的 不晓得谁知道呢 来 我们来看看 什么乐器啊 伟宾 他的歌 他的声音是用一种华族的乐器叫古针 对了 没错 伟宾回答的没错 那它其实是古针的背景音乐 那谢谢同学们的分享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要讲到扇子舞呢 其实是关于传统记忆 那我们来看一下传统记忆到底是什么 谁可以回答老师呢 稍微地解释解释 传统记忆是什么呢 聊一聊关于马来西亚的传统记忆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那相对来说我们的传统记忆肯定是非常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三大族群的传统记忆 屏幕前的小朋友还有四位同学 我们看看我们到底认识多少种好不好 来 谁要先分享 好 伟宾 你要分享的是哪一个种族的呢 华族 华族有变脸 华族有变脸很好 来 下一位 接好 马来族有八笛 马来族有八笛 非常好 来 宇萱 华族有四字舞 华族有四字舞 再来宴馨 华族也有五字舞 华族有五字舞 很好 还有吗 还有想要分享的吗 抓破头脑都想不到吗 没关系 在这里呢 老师准备了一个思维图 其实就很清楚地列出来了 马来人 华人和印度人的传统记忆 刚才你们所说的 其实都有在这个思维图里面 所以你们都做得很好 给自己三个掌声好吗 好 谢谢你们 好 看过了这个三大族群的一些传统记忆吗 如果是让我来选的话呢 我想学马来武术 好 好 好 我觉得这个很霸气 对 对 对 好 更多有关这个传统记忆的这个资讯呢 我们稍后请老师再跟我们分享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欢迎订阅 有这么漂亮的扇子在衬托 所以今天我们上的这一堂课 是很特别的 就是传统记忆的课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庄子柔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进行 第二轮的环节 也就是组别讨论环节 那在这一个环节当中 我们会有一个组长杰豪 他将会为我们介绍 马来手骨 马来族的传统记忆 那其他的三位组员 他们将会进行观察 那待会儿组长将会带领组员们 一起说明这个马来手骨的特点 那在这里屏幕前的小朋友 也可以尝试尝试的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杰豪 杰豪 杰豪是组长 对吧 对的 杰豪来 请你说说 嗯 谢谢庄老师 还有主持人 那么我现在手上拿着 这个就是马来手骨 宫吧 那么在你们说这个 马来手骨的特点之前 我让你们先观察 还有静静他的声音 那么让你们观察 那么我就开始我演奏 嗯 吗 嗯 嗯 这就是他马来手骨的声音 马来手骨的特点 我们可以用我听到 我看到 或者是我感受到的 方式来表达 那么有谁想要 先发表意见 燕心 我看到这个马来手骨 它的形状特别的圆 就像一个飞盘一样 谢谢燕心 那么还有谁想要尝试吗 那么宜萱 我听到这个马来手骨 它旁边和它中间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旁边的声音是比较清脆一点 而中间的声音是比较低层一点的 对很好 宜萱 那么维宾想尝试吗 我看到它和华竹的骨不一样 它是用手敲击的 而不是像华竹用木棍敲击的 其实你们讲的都对啊 其实马来手骨的声音还有形状都有些不同 那么我就总结一下马来手骨空棒 马来手骨其实是由阿拉伯商人带到马六甲王朝的 那么才演变成今天的马来手骨空棒 那么就像宜萱刚才讲的 它的这个声音它是不同的 那么谁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声音是不同的 变形 马来手骨它有两个声音 那一个声音会比较高 一个声音会比较闷 那么为什么它的声音会比较闷 因为它中间是有一个部分它是空心的 空心就会让它的声音会比较闷 旁边就会比较的高 好对 其实这是正确的 那么这就是全部总结 那么我就把时间交回给壮老师 好 非常谢谢杰豪 那杰豪在这一次的环节当中呢 做了一个组长的责任 他的领导能力其实是非常棒的 而且呢 他在整个总结的环节当中啊 他也有提到了这个马来手骨的不同 那我们也针对每一个组员所提到的特点 来进行一个点评好不好 那首先我们刚才有提到杰豪嘛 其实杰豪整个环节当中 我觉得他做得非常棒 所以老师想要给你六颗星星的 六颗星星 那一位同学可以告诉我们是用了哪一种修持手法呢 好 接好 那么燕心是用比喻修持手法来形容这个马来手骨的 对了 没错 所以在这里燕心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他在表达这一个特点当中啊 他还用了这个修持手法 所以在这里呢 老师也要给燕心六颗星星的 那是六颗星 对 谢谢 燕心 那么燕心也有提到一个重点啊 就是声音的差别 是因为整个马来手骨的结构 中间是空心的 对吧 他有提到声音很闷 在这里呢 我们就有联系到乙轩 他也是有形容到了马来手骨的声音 他说了马来手骨的声音是低沉的 尤其是中间的部分 所以比起这个声音闷 我们可以用声音低沉来去代替这个闷 会更加来得恰当的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乙轩的吧 乙轩有说到 观察到这个马来手骨的声音 他有提到马来手骨的边缘 打敲击下去的时候的声音 是比较清脆 也比较响亮的 那中间的声音就会比较的低沉 在这里呢 要称赞乙轩 他的观察能力很不错 聆听能力也特别的细微 所以在这里呢 也要给乙轩六颗星星的 对 那在这里还有就是伟宾 伟宾他观察到的东西呢 是杰豪的动作 那他联系到了另外一个族群的传统乐器 也就是二十四杰铃骨 二十四杰铃骨是用棍来敲击的对吧 但是马来手骨是用手来敲击的 在这里呢 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比较 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更大的一个对比 所以在这里呢 伟宾也得到了六颗星星 全都得满分了六分了 对了 所以整个环节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整体整个主编讨论都做得非常好 我也想要谢谢你们这四位同学 来给自己三个掌声 好 小朋友们的表现都非常好 感觉呢 他们就像是小老师一样 接过了老师的任务 然后也接过主持人的任务了 来领导的小朋友一起来呈现 非常好 我们这里再休息一下 稍回来有更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 欢迎收看DDTV 今天这堂课呢 是小学六年级的传统记忆 请来的是吉隆坡康乐华小的庄子柔老师 我们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 我们将会进行第三环节的自由讨论环节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会提问两道问题给学生们回答 那评论前的小朋友也可以尝试回答的哦 那第一题 你认为学习传统记忆重要吗 为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位学生想要先回答 好 以轩 谢谢我们四位同学 我认为学习传统记忆很重要 因为传统记忆呢 是我们的古人流传下来的东西 而我们应该学习传统记忆并把它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好 谢谢以轩 以轩就有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 古人所流传下来给后人的这个东西 那在这里呢东西这个词很广泛 我们可以说一说比如传承下来的这个记忆啊 其实代表着这个 这个前辈们啊 这些祖先们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精神的 在这里呢以轩 我想给以轩五颗星星 五颗谢谢你主持人 好的以轩 那么还有哪一位同学想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吗 好 韦宾 我认为学习传统记忆很重要 因为如果比如我们学了马来族的聪格 我们可以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我们谈天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好朋友 这样可以这样做可以让我们促进彼此种族的关系 好 非常谢谢韦宾 韦宾的答案蛮完整的 他有提到就是这个马来传统的游戏冲格 那这个冲格呢就通过游戏啊 其实我们知道通过游戏啊运动啊 我们会很容易地去和彼此做为就是那个感情会提升 然后做朋友的对吧 对啊 所以韦宾有提到了这个重点 我觉得是说得非常好 在这里想要给韦宾六颗星星的 能处击各属的和谐对吧 是的 这里说得非常的具体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哪一位同学想要继续 好 结好 结好 来 那么我认为学习传统记很重要 因为呢 在 因为有些传统记忆 就比如说舞蹈 它是启发于大自然 所以我们可以在学习传统记忆过程中 增加自己的课外知识 那么 除此之外呢 这个传统记忆可以让我们光荣地向其他族群 或者是外国的旅客介绍我们的传统记忆 嗯 结好提到了三个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呢 他就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舞蹈啊 它是启发于大自然的 我相信结好应该是要说这个动作对吧 可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灵感 这里我觉得结好做足功课了 那第二个呢 结好有提到 就是增加我们的额外知识 那除了课本上的知识啊 其实我们多学习这些技术 其实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本身的气质 那第三 结好也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可以向外国人去宣传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特点 这个文化的 所以在这里结好已经跨越了 这个马来西亚的范围 提到了去到外国 在这里结好已经说明了整个 非常完整的答案 在这里也想要给他六颗信心 谢谢 结好也要长大 可以做这个旅游的亲善大使 对 有这个潜质 好 我看到燕心也跃跃欲试 来 我们来让燕心尝试 我认为学习传统记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学习传统 在我们学习传统记忆的过程呢 可以提高我们自身 自身的能力也可以增加知识 还可以拿来消磨时间 好 谢谢燕心 燕心提到的就是很精简的答案 就是可以消磨时间 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 也可以提高我们本身的能力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 可以去在未来挑战更多的这些领域 谢谢燕心在这里想要给他五颗星星的 真的 不要一直花时间在手机上 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道问题 想要提供给小朋友的 那第二道问题是 你最想学习哪一门的传统记忆呢 为什么 来 我们来看哪一位学生想要分享 好 结好已经第一个先举手 来 我们让结好分享 好 结好想学什么 那么我最想学习的一门技术就是 像主持人说的那样 不过不是买武术 不是喔 是华人的武术 原来 好 为什么呢 那么因为华人武术能够让我锻炼身体 锻炼我的体魄 除此之外我还可以自我保护 好 结好提到了华人的武术 可以让他强健身体 还可以捍卫自己 对 还可以捍卫自己 不错 不错 以后要看结好 来打一打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还有哪一位同学想要分享的 还有吗 燕心 燕心 我最想学习的传统记忆就是 是张老师刚刚所呈现的华族的扇子舞 对我来说 华族的扇子舞是一个非常优美 非常的 非常的 好 优美 还有什么形容词可以形容这个扇子舞的燕心 它的动作优美 然后旋律 旋律也是非常的自轻盈 我想学这个记忆就是为了想要改变我自身的气质 我想通过学习扇子舞来让我自己可以变得更加的 不要那么的好动 原来燕心觉得她自己是比较活泼的 没有问题啊 就提升自己的能力 好 非常谢谢燕心的分享 在这里想要给她五颗星星的 是一样的气质 对不对 就扇子舞的时候很好看 燕心对吧 好 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就进行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马来西亚传统记忆 再次看一看这个马来西亚传统记忆的整体画面 然后在这里呢 也有一个延伸活动想要给大家的 因为毕竟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也不能意义说 那希望同学们呢 可以在课后啊 上网观看各种传统记忆的影片 然后与好友分享更多的特点 好不好 可以做到的话给老师一个赞好吗 嗯 可以吗 好 谢谢你们 好 那接下来呢 老师还有什么需要分享 还有三位同学没有给到分数啊老师 那没关系 我们在课后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教学资料啊 都会上传在我们的教育部的DELIMER 平台的 嗯 对对对 所以他们可以再上 再继续的延伸他们的这个学习 嗯 对 没错 所以有关于这一堂课的任何资料呢 可以上到我们的教育部的网站DELIMER 平台去了解去掌握了 好了 其实非常谢谢老师 有 谢谢主持人 有 谢谢主持人 穿了这么漂亮的衣服 然后带来这么漂亮的一个传统舞蹈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道具吗 这个叫扇子 扇子舞 对 那么漂亮的一个扇子呢 带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室现场 还有有谢谢四位同学呢 大家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让我们更加认识了三大种族的一些传统记忆 非常谢谢你老师 也非常谢谢你主持人 也谢谢我们四位的同学啊 好 也谢谢在场观看的大家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象羽 咖 咖 咖 咳 咗 咖 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